第二招 扶植印度越南成為新世界工廠加市場 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為什麼會消失呢? 一個是因為人口紅利消失了 工資上漲了 滾利於製造業 另一個原因是中共成為國際的亂源 外資外企紛紛逃了出來 避免淪為中共的人質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中國的年輕人口持續萎縮 未來的市場消費力是越來越薄弱了 所以拜登這次走訪印度跟越南 不但宣布要跟印度一起組建 橫跨歐美、中東和印度的經濟走廊 要來對抗一帶一路 美印雙方還要在芯片、通訊、高等教育等等領域合作 而且美國企業要在印度生產噴射機引擎 建造半導體封測工廠等等 美國還承諾說要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說白了 美國要把印度扶植成下一個中國 來取代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上的地位 同時接替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的角色 拜登訪問越南也是一樣 除了宣布雙方成為全面戰略夥伴之外 美國企業還要跟越南合作發展人工智能 要成立芯片設計中心 還要跟越南的稀土公司合作等等 說白了 就是把越南扶植成下一個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 畢竟印度跟越南不但勞動成本是比較低的 而且兩個國家不但人口眾多 更重要的是年輕人口的比率也遠高於中國 像印度 現在人口超過14億不但比中國還多 它的整體人口年齡還比中國整整年輕的10歲 65歲以上的老人只有7% 越南的人口也非常年輕 有超過五成的人年紀是在34歲下 所以印度跟越南對西方起義來說 不但擁有豐沛的勞動力 同時也是潛力無限的未來市場 所以簡單說 中共跟美國關係搞砸了 那印度跟越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